《健康解碼》 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不知為何她不好之餘 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厚 現在是小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來試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問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燒鹽膏、淚膏等都可以 我沒有想過這幾粒是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好久不見 好了 好久不見 Sergei 所以今天就在這段落 今非常不見 我們要把麗 heb 八個 我去住 以下节目部分内容涉及不当行为及惊吓情节 可能令人情绪不安 敬请网友留意 好 回来了 好 艰苦地熬了三节 因为那个案件实在令人太疾 回来第九集第四节的《血案戒风》有我荣萧 我是先人 我是一笔 继续讲这一集的案件叫《狂性大法》 讲到刚才那两宗案件 没办法不讲一讲这部电影 去一去《零二》 《零二》《零三》 《零二》《零三》 这部电影是在1986年上演的 阿仙人 这部电影上演的时候 是有什么社会上的轟动 这部电影初初是禁播的 是吗 为什么不禁 可能他定不了他的什么级别 他接受不了 社会上接受不了 其实我相信 因为我做过电影 我们两位都做电影 应该是他上片的发行商 觉得不可以上 因为他直接这部电影的剧情里面 是有拍摄 不是拍摄 叫做抄袭 安安有寺院这一宗案件的情节 免得别人伤口耍眼 还有他这些电影 通常有一班人你都可以做的 不是 有一班人是专门去看试片的 看完没剪过的 试完可能那批人觉得这部电影不上 他就不给你了 可能我怀疑有一些情节 令人惊心动魄 可能已经剪掉了一些 我怀疑 不想再勾气那些人的回忆 其实这部电影也是很疼的 这部电影《丁老正传》 周润发觉那段片也是 活埋了个儿子 好 接着再下一张图 是 十四 寻辈这一部电影 好像已经拿了金像奖和金马奖的蓝配角 是 他真是杀自名归 因为那部电影 整部电影 发哥他们都很好戏 但是他是特别吊轻的 你真的没得不佩服他 这部电影是以东升第一部电影 是啊 没错 因为他两个拍着来做 是以东升第一部电影 因为陈沛是帮以东升 不停地找一个老闆 找一个给钱的投资者 陈沛用了很大力度 帮他弟弟做这一件事 结果真的有投资者 找到 然后就拍了这部电影 陈沛得奖之后 说了一番说话 令我觉得电影真的难做 他就说 这部电影 我不停地找人投资 找人投资 可能有人肯投资了 拍成了 有没有人肯上 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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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很多奖 之后个个都拍了手中 说这部电影好电影 接着之后 我下一部电影又是重头 又是拿着剧盘 又是叫人投资 那些人一样是看不好 直到下一部电影拿奖为止 这个就是他们电影人的一个很无奈的作用 这部电影也能收到的 收到 这部电影很收到的 冯睡凡也做得不错 叶德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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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说岑建勳 甚至一个比较少点的角色是梁朝偉 那个后来都是粒粒戒性 叶德贤一样 梁朝偉 梁朝偉在那个什么 狗仔 在那个市场拿着鱼刀 一刀砍落冯睡凡 都很震撼 他砍死了冯睡凡 叶德贤一样 接着叶德贤一样 将个使命揹上身 接着他又是这样做社工 没错 去到下一张图 十五 十五 其实秦贝拿刀是一个对白 叫做 有杀无赔 有杀无赔 还有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在后楼梯 走来走去那一刻 其实是很有深度 是 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知道 原来一个疯狂的精神病患者 用这样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到 现在是很深刻的 因为他刚刚在一个楼梯看下去 而刚刚以前那种屋邨的设计 有一个洞 是 感觉上他自己困住了自己的囚图困局里面 没错 走回出来 是 真的一说这些东西就觉得 突然间很心寒 好了 先回来 好了 Albert 你讲一讲 其实对于这个精神病患者 如果在社会上 真的我们遇到 真的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应该要去 有什么办法处理 其实香港的生活压力 已经是很大 越来越大 大家都应该认同 越来越多人都顶不住 真的会患上精神病 其实我们不如去看看这条片 0403先 是0403 这个是 这个是大陆的 是国内的 好像是火车站来的 没记错 是的 即是你也看过 是的 不止一个 他们应该不是精神病人 不是 其实是演习 应该是演习 这个不是演习 不是演习 真的 真的有人 他第一班人 以我所知 是类似新疆 维吾尔那类 我不敢说这些字 总之是这样的事情 发生 后来是 砰砰的 射掉它 接着我们就看到那支叉 我会讲那支叉 我想是时候回来了 差不多了 回来了 其实也差不多完 因为我剪接了 好 回来了 大家刚才看到那段片 其实疑犯通常都会拿刀 其实这个警察 不知道疑犯刚才那两个 是的 刚才那段片 也有两个 我们为什么要看这段片呢 就是看警方都有一种 叫做抗暴的神器 它就叫做警用钢叉 是 我们就要讲一下 我以前听过一句说话 老偶在手 天下我有 但是似乎如果遇着这种钢叉 老偶都好像没什么用 警用钢叉最早是由日本人发明的 在上世纪90年代 日本的教育系统 已经普遍配备这种工具 我们去0405这张图 是的 0405 2006年中国北京市 就有校长去到日本考察的时候 就在当地的日本的中小学 见到这种校园的防范神器 于是就回到我们中国的时候 就开发了这种警用钢叉 就引进去中国的警务体系里面 那现在我们香港其实是 没什么怎么见的 没有 我没见过 是的 那这种钢叉它可以伸缩 去0406 张照片 可以伸缩 最短是可以缩到一米左右 最长可以伸到两米 它的末端就装了一个半圆形的叉头 是没有尖锐的灵角的 因为都怕伤到疑犯 那其实这种工具既可以保护 这个保安人员的安全 亦都可以有效地制服这个歹徒 可以尽量避免对歹徒 也都造成伤害 因为它没有灵角 是的 那我们去到这个0408 是的 0408 一般的警用钢叉 都是采用高强度的优质钢材 它有这个高强的抗击力 和很难弯曲的 它亦都内容 亦都几乎可以抵抗五个人以上的推力 都不会弯曲变形的 这个都挺厉害的 是的 那除了警用之外 其实这种神器 是很适合在学校 幼稚园和保安人员使用的 不过我们香港就没有配备的了 是的 警用钢叉呢 虽然看起来结构好像很简单 但是你要迅速上手 其实也有难度的 当然了 突然拔你怎么办 就是这样 其实它这个最好的就是 它伸到2米的时候 然后你跟那个疑犯一定是保持一个距离 怎么斩都斩不到 是的 还有这个国差呢 我怀疑日本是取材这个 你如果去印尼那叫科莫多岛 那叫科莫多岛 那叫科莫多岛 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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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科莫多岛呢 因为它是国保 你制服那只科莫多岛 我不可以伤害它 就不可以伤害它 它就会用那些木的叉 就是钻叉那些关节位 你一叉叉那些关节位 那条科莫多岛就不动了 动不了呢 动不了 就是唯一 你整个岛都是用这些武器 不是武器 是防弃 你只可以用这些赶走它 你不能杀它 是的 因为它是国保 我觉得日本人可能是取材 取材在科莫多岛 还有捉射其实都是用类似的方式 是一个叉子 是一个叉子 令到你有个有效的保持 不是 捉射那个不是这样的 捉射那个是G字形的 是的 那个形状有些不同 是它勾着头 扣它到地上 但是那个方式是类似的 是的 那个用作的方式 是制服的 它用这个叉子的好处 你看到香港捉狗是怎样的 是直接刷住 刷着它 或是捉顶着它 你会会伤害到 那个疑犯 这种差略 你扼 总之我不让你保持住 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 是吧 這種鋼叉使用的時候 最主要是用來插著目標人物 控制好鋼安全距離 還有其實是用來配合其他的制服工具或者技能 令到目標人物是更加可以控制在警方的意念裏面 你握到牆壁 就是有些人可以拿盾牌來接人 你起碼不會動到 用這個東西其實有兩個關鍵的 兩個關鍵的技巧就是 怎樣去有效地準確地插正他們目標人物的位置 還有要頂得住對方 因為其實他都會掙扎的 他很好力 對 如果對方其實是萬力 所以其實你要插中他之餘 你還要學習步法 其實有時候可能插了他 他跟你好像跳cango一樣在角力 所以步法要配合的 還有可能有節奏 我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最好是插著疑犯的腰部 這個距離比較容易 而對方是沒有那麼容易搖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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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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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我看到管理署旁邊說有個盾牌在那裡 是 剛才有一張照片 它都有一個摺疊的盾牌 其實這種降差距可以縮短 接著加上摺疊盾牌 其實是成Z用的 所以剛才我們看的那段片 制服那個犯人的時候 也有盾牌加這個降差 但香港那些管理公司 只能夠配備一些盾牌給那個保安員用 我們說的是第一個案件 兩個保安員被人斬等等 但是也不夠時間去撈 盾牌 盾牌其實很危險 第一 你跟它距離一定很近 你記得是盾牌 你一定是擋 只不過是防手用 它就越斬越過癮 而且其實對付精神病患 第一 你千萬不要尖叫 你不要刺激它 好像那個最錯的就是那個員工 突然間出來尖叫什麼什麼 什麼老人斬人 你糟糕 他就先斬你 你只會令到他狂性大發 你只會安撫他 其實對著這些人只會安撫他 在那套電腦症轉的劇裡面 其實都有一幕這樣的情緻 就是原本秦沛可能都已經停不住了 突然間後面尖叫就立即匯磨槍 這樣來的 好 我們另外再講 如果那個神經病患 不要神經 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者要抓人的時候 其實要制服他一點都不容易 是啊 牛頭角曾經試過有一個精神病患 開了六槍 都制服不到 都不下跌 除非你打中的要害 你看到上次燒地鐵放火那個燒到全身 他還在那邊慢慢走 他沒有查到防火納 是啊 他後來都是過身的 但是當時他就頂得住 是啊 可能那個腎上是屬的 好像沒有痛覺 他不是拍戲 拍戲就查了防火納 他沒有 你看他燒到這樣他都沒有 他還站在那邊 他完全沒有痛楚的感覺 是啊 那些人還幫他拍戲 但是拍戲也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其實如果你知道他是精神病患 其實是很危險的事 幫人拍戲 如果他抱著你就要死 這樣一起燒 有時你說出於測癮之心 或者是幫人的心 你走過去救他 他可能會害了你 你怎知道他不會抱著你 但是當時人們可能以為有意外 對 真的 不如看看輕鬆的事 我們去到0410那段影片 其實除了武力之外 還有其他制服精神病患的方法 我們看看0410 0410 不是這條 0410 不是0410 是這個 是這個 好像 他是進入警局 然後警局的人 投其所好 可能看穿了他精神病的心 所以 不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都是有一個用處的 但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你吸引他的精神 但你一定要控制到他 剛才的情況就是他控制不到 但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這樣便可 其實對付精神病 不是對付 應付精神病 你最好和他討斥 你先回來 破盲那個 破盲那個 破盲你最後的地鐵那個 地鐵那個 0401 這個沒有什麼攻擊性 他只有一個自己 是女人 哇 這個紅拳 他在地鐵打拳 他沒有傷害人 是的 但是有肌肉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又是 無緣無故的 在地鐵裡 這個應該是西鐵來的 我懷疑這個 拆大了 是的 這個是西鐵來的 你看到他橫 他扶手那裏有條橫鐵 橫通的 好 先回來 我懷疑這個 不是精神病 是應該吃他的特殊 拍了東西 那次那個也未必是 扮李小龍那個 在地鐵不是有個阿叔的 在那裏蟑螂的 是這樣的 如果你走過來 在我面前撒 我一腳就穿身踢 馬上去 那以上兩條片 就為精神病者 沒有傷害人的意圖 之前那個 就在警局裏面 那位警察 其實就看穿了 那位精神病者的內心 他就特意引起他的注意力 令到他轉移注意力 我們在那裏做早操 引領了他出去 其實想說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是控制到那個精神病患者 那你引起他的注意力就對了 因為他會轉移他的視線 不要去其他人 最重要他沒有暴力傾向 是的 其實剛才那兩位 都沒有這個傷人的企圖 是的 如果有暴力傾向 你真是遠離他比較穩陣 是的 讓那些真的對付倒的人 不要自己裝醒走過去 還有千萬不要尖叫 不要在那裡大喊 你只會引起他就更加瘋了 是的 刺激到 他平時精神病患者 他已經 心實躺忽的了 其實 跟大家說精神病患是一個病 他經常有醫療 是的 你們不要當他好像發瘋那些 哇 他傻 這樣 你真是更加刺激他 是不是 還有香港那個醫療 人口囂密 不夠地方住 好像 逼得不瘋都瘋了 好像那些住的那些屋邨以前 你有幾大 是的 是不是 還有人那個距離太接近了 沒有了自己的空間 是的 又沒有了自己的空間 還有你見過那些喜歡 就是有些人問 為什麼精神病患 那麼喜歡自言自語 他從一天到一刻 每一天都是說同一番說話 你說有沒有人有耐心聽他說 他除了跟自己說之外 可以跟誰說 那就是 這個是他們那個徵狀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跟大家血案解封了 好 拜拜 好 拜拜 我初相識的時候 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 是不是好了很多 本身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不是自信心大了 基本上本身也是 也有些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 基本上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 都要吃到八顆 因為他要爆頭的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就是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很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子 是的 敏迪其實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他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現在就不會經常肚痛 是的 以前一喝到冷水 就會馬上肚痛 馬上來 還有你的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現在都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不是混了 是不是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就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原型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可能遲些 等毛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每次就去 投票 進行